民進黨立委候選人吳正恩 林立活動上巧遇國民黨對手張志倫 張志倫質問吳正恩為何要負面攻擊 講完人就要往外走 結果吳正恩追上前 兩人爆發衝突 用有沒有房來定義是不是中和人 張志倫這番話 聽在中和租屋組兒裡 不是滋味 難道我沒有在臺灣買房子 我就不是臺灣人嗎 我覺得有點強求 因為畢竟大家都是出來打拼 不可能一定是在什麼中和自產 就連在中和有自產的在地人 也難以苟同 吳正恩更在臉書PO文指出 根據主機總處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顯示 新北市大約有20%的人口 沒有自有住宅 換算比例在中和約有8萬人 沒有房產 臺北市員林浪君也質疑 張志倫的爸爸張慶忠 也並非土生土長中和人 網友直言自己戶籍在中和 但沒有房產 看來只能投給同樣 沒有房子的誤證了 張志倫家族在新北作用多筆土地房產 如今批評對手不算中和人 有殼族PK 無殼蝸牛意外成了選戰攻防話題 三次人江文賢 侯彩虹 郭斯文 朱樹君 台北報導